當你討厭一個人的時候 你可以坐下來好好想想 你真的是討厭他還是討厭你自己 有很多時候你討厭一個人 只是因為你自己的能力不夠而已 我今天要來做一個翻船的實驗 在《神鬼奇航一》這部電影中 男主角跟另一個人 將一隻翻過來的船壓入水中 接著他們躲在船下面 利用裡面的空氣進行呼吸 同時在水裡面進行移動 在我的印象中就是 最早是300 然後我爸被朋友騙 買了一台泡水的遊覽車 在客人跑到一半 車子突然壞了 這很尷尬的要賠很多錢的 就是你可能要賠客人錢 然後加上修車 所以他一路上就是 看起來好像賺 然後很努力的想要還債 但實際上要賠更多錢 對一般的家庭而言 你突然付債個五百萬 不能說過得很坎坷 但你就變成 你沒有什麼多餘的錢 可以讓你做你想做的事 所以我很小的時候就一直在想 我以後要怎麼賺比較多的錢 讓生活過比較好一些 我的親戚讓我玩了豆豉版的大富翁之後 我就開始比較會去接觸電腦的東西 所以我就直接去讀了 就是電腦相關的科系 反正那個時候一心一意 幻想自己以後要當駭客 所以所有學的東西就是往這個方向走 退伍後 開始接觸一些行銷 行銷學一學加上 我在遊戲公司的那個單位 它收掉了 所以我就剛好自己出來 把學的東西變成一間公司 就是做行銷的 我們當初幾個三個股東 資本額是一百一百萬左右 我們2013年開公司 2014年我們的營業額大概就有三千萬 有能力可以輕易的幫他們把債還清 讓他們過好生活 但那個時候我爸已經過世了 小時候的我是對我爸感覺蠻負面的 在我眼中他就是一個失敗的人 但是這所有的想法都在一年後 我公司成功之後改變了 有很多時候你討厭一個人 只是因為你自己的能力不夠而已 我討厭我爸只是因為 我幻想著我有一個很厲害的老爸 可以讓我過好生活 實際上是我想要過好生活 所以當我有能力幫他們 把這些債還清之後 我反而產生一種 要是我爸還活著就好了的那種感想 因為我可以跟他說 你現在可以過好生活 而且只是那個時候當然也晚了啦 只是在這個過程中 我自己覺得就是 那我只能說成功之後 就是盡量讓家人過比較好的生活而已 大概是這樣 以簽約的方式經營網紅 大概做了兩年之後 我們就覺得不太適合 所以我就開始想說我要怎麼樣 改善網紅紅了又離開的狀況 想說那我自己也來摸索看看好了 那反正我們就不懂 就是一直摸索 有一天 就是我跟我老婆要去看電影 我老婆她沒有看過前面兩支 所以我就跟他說 那我幫你整理一下 心得跟重點 那整理完給他看之後 他就 說他看懂了嘛 我就突然發現 那我可能可以 往整理電影的劇情概要 這個方式做切入 我是古阿木 今天要說一個倒霉的故事 女主角是一個長跑選手 這天他訓練結束 下了公車時 卻沒有急著回家 大概是因為他想聽一下音樂再走 沒多久我們的男主角 也從另一班公車上下來 他看到女主角 所以你還是認為說你是無座的步驟 真常公開啊 其實 我做這個東西做快五年嘛 所有告我的電影公司 幾乎都是發生在第一年 我這個官司只是拖了很久 會發生在第一年 其實應該也可以理解 對於那個時代 那一年而言 這個心癮的東西一定 衝擊了很多人內心的一些 原本的想法 我剛剛說合理使用 他本來就有支持的人 跟不支持的人 不支持的人 可能就會透過一些實際的行動 例如提到 來跟我們探討說他到底合不合理 其實我覺得 很多事情就是 你要各退一步 我以前就是不懂得 退一步 我很堅持我就一定要對 我以前很堅持 對這就一定是合理使用 但 他就是一個還在探討的 新的東西 所以 漸漸的我就明白 沒有其實 互相尊重各退一步 那可能 想法改變之後 也有幫助吧 就至少有一些電影公司就是 他可能選擇策告或者是跟我和解 當然有一些可能 還在溝通跟互動 有很多事情就是 他還沒有一個 明確的規定的時候 雙方都有各自的意見 那我們就是盡量和平的溝通 如果有一天這個東西他被定義了 有法律明文規定到底 一定要怎麼做的時候 那我們當然就只能配合 可是在這之前 還沒有一個定案的時候 大家都還有努力空間的時候 就各自站在自己的立場去發展自己相信的東西這樣